Earn to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SenseHaw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一起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MacBook上截屏 截图 screen capture 在还没有开始这个教学之前呢 其实我已经online 设计了一些实用的 screen capture 把我发现到他们少教了 一个很实用的 tips 这个 tips你可以在我的影片里面发现到 而且非常简单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SenseHaw TV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不想错过这个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SenseHaw 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我影片发布的通知 它的 shortcut key就是按 Command Shift 跟3 你会听到一个咔嚓的声音 你就会在你的 desktop 那边看到了 这个就是你刚刚 screen capture 的东西 我们只要按 Command Shift 4 你就会看到这个鼠标这边 就会改变成另外一个符号 点击下去然后移动 这个灰色地带呢就是你要 screen capture 的地方 选好过后就放手 你会听到一个相机的声音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你的 desktop那边了 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分享的 那个 screen capture 呢 是这一个 这个超好用的 例如我现在我开了一个 program 而我只是要 screen capture 这个 program 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按 Command Shift 4 你可以看到这个鼠标变了另外一个样子过后 然后你再按一个 space 你会发现到它会变成一个召唤机的图乱 选择的那一个 program 呢 它就会变成蓝色 这个就是它的分别 如果你只是想要 screen capture 这个 program 的话呢 在那个 program 那边点击 这个就是该你 screen capture 的那个 program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OS 和 macbook 的使用小技巧 这个截屏呢 其实我发现到它比 windows 呢 好用很多 而且快速又方便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如果有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一个 like 吧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MING PAO TORONTO